朗证节,想找Edwin哥哥帮忙? 很简单,快点填图在下面的章方 和我们播一个上课的训练 或者可以选择我们的自学网上教材 好了,在这里记得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们的YouTube频道 在这里先和大家上一堂咬字训练 Yoo! Hello,我们回来了,看看The Rainbow 小四的你应该选择这首歌 就会觉得很简单 对啊,真的啊 很坦白说,今年的小四诗 尤其是这首歌,我觉得是比较短的 短是否一件好似呢? 未必是一定的 因为演绎方面,其实短的诗是更加困难的 知道吗? 不过演绎方式的面部表情 我们迟些第三、第四课才讲 我们今天第二课是讲咬字的训练 我们先试试,练好自己的咬字 之后再讲我们的面部表情和演绎方式 好吗? 好,看看先,The Rainbow By哪个呢? Christina Christina 这个应该难不上你了 后面应该是这样的 Rass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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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可以了 OK? By Christina Rassetti 是的,你应该有听过他的诗的了 很多的 Christina Rassetti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 词词 好,看看先 Boats sail on the rivers 是的,这个很简单 Boats sail Boats有个s 之后再sail有个s 那两个s,小心点 Bits sail on the rivers 可以了 And ships sail on the seas 听到吗? Ships sail S,S 那些s位要很小心去处理它 OK? And ships sail on the seas OK? Seen 小心点 这个s音 比这个z音 我们要叫做 Seen OK? 继续了 But clouds Clouds that sail across the sky 这个很简单 OK? But的t音 小心点 OK? Are prettier Are prettier Far than these 是的 Than these 听到两个t Than these 那两个t 最后要小心点 很多词问 Than these Than these 那就不好了 OK? Than these Than these 这两个t OK? 继续了 There are bridges on the rivers There are bridges Bridges 是的 On the rivers 是的,有个s 小心点 N和过头 先做s 小心点 As pretty As you please 小心这个please 是个z音 不要please 不要please 是please please please z音 小心点 As pretty As you please 继续 But the bow 哎呀 我特意读错 其实 小心点 这个字是讀包 也行 煲也行 但在这个情况下 应该是讀包 还是讀煲呢 我开猜给你 Aaron哥哥自己也想到 这个情况是讀包 讀煲 但其实你看看 这个title 你应该猜到 这个title是说什么 The 什么 Ring 什么 Ring 包 就是 哈哈哈哈 是不是 Ring 包 不是 Ring 包 不是 Ring Bow 知不知道 The rainbow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在这个情况下 这个BOW 是讀包 Bow Ring Bow 所以 But the Bow Bow But the B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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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 Bow 見不見到這個th 嗎? Earth... 對了 Earth OK From Earth to sky 這個OK啦 Is prettier far than these 又是這個 than these 小心點這個 than these 那個th位 不要讀這個 than this 這樣就不好聽了 than this 更加不好聽 OK than these 小心這個 e s e 不要讀錯 i s 很多人讀過 this 不是 this 是 these the e s 小心點這個 你看看這首c好像很短 這首c應該最短最簡單 其實它的咬字不是簡單的 尤其是 them these 我們做評判的耳朵很精靈 一聽就聽到是 this 還是 these 所以你讀出來的時候 要更加小心點 知道嗎? 好了 先說到這裏 咬字的訓練是這樣的 如果未聽得完的話不要緊 飛回看多兩三次 至少要看兩三次才得到這個video OK? 如果有其他問題的話 在我comment下寫下 告訴我 知道嗎? 有其他同學會回答你的 很多同學會回答你 其他同學會回答你 如果沒有人回答你 我盡量在那裏回答你 知道嗎? 好了 先說到這裏 還有第三、第四集 我稍後再見 好 朗誠節 祝你好運 嘩 看到最後 那就是學到東西了 朗誠節想得到好成績 要留意以下這三點 Clarity of speech interpretation audience awareness 我們已經為大家準備了一連串的朗誠workshop和網上教材 你剛剛看過就是一個咬字訓練 其實可以做學來的 有聲線的運用 感情的表達 還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課程 好了 如果你想學的話 快點填下下面的課 和我們預訂個上課的時間 還有其他事情 記得like、share 和subscribe我們的youtube頻道 上課見 掰掰